6月1日下午開始 Facebook陸續傳出消息 一個個活躍在社運界的朋友 在Facebook被消失 包括政治漫畫家Cutson Lo 國家 長毛梁國雄 李偉宜 等等 實際下午4、5點 我剛跟會長把學聯絕食的照片 想上Facebook 一打六四絕食的東西 不夠一分鐘就被人失控了 情況是還沒上載完 他就說要你再登入 再登入 然後就再登入 其實是憤怒 因為沒有收到任何警告 一分鐘內就鎖了你 然後我就馬上說被人失控了 然後隔壁有學聯的同學都說 他也有被人失控了 其實是很恐怖的 你會見到整件事是突如其來的 你還要整件事是無色無色地發生 你還要那個層面是這麼廣 無緣無故十幾人可以被你搞定了 其實我覺得好像有一張網 你只是在香港那裡張開了 我都說其實我也是一個普通人 其實我沒有當沒有派 就是遊行示威我連口號都不會叫 那無權無勢 其實是一個普通到不普通的人 我覺得我做過一些什麼 我是拍照 遊行示威我拍照 投放在Facebook 我最溫和的東西 我去橋底派飯 做這些東西 還有在Facebook 分享一些大家都會看到的東西 還有最慘的是 這個是很低成本製作 因為只要他可以找到一群人 可能假設是50人100人 他們有100個Facebook帳戶 他們是照著時間表 星期一一批 星期二一批 可以這樣說 你短短可能十天裏 將整個Facebook 可以在一些異見的聲音全部毀滅 被Facebook這樣搞一搞 難怪網民批評 夕陽政府打壓公民社會言論自由 重大叫Facebook霸權可恥 究竟Facebook的舉報機制存在什麽問題 很多述言論 就說這個網站 或者Facebook帳戶是有問題的 很多時候 根本在美國處理 他就完全不理會是什麽 就會禁止你了 這個情況 就似乎都是 以前也發生過很多次 不過今次似乎 那個規模就是更加大 很簡單 因為Facebook的確是 全世界有數以億計的戶口 每日這些 每個小時 每分鐘 可能那些投訴 都真的 數量很大 他全部是不會看內容 他很大機會 但當然Facebook 是從來不會向人 是清晰交代 他是用什麽的標準 做法 以及收到多少投訴 才斬你 或者暫停你的帳戶等等 這些三番四次都有人利用這些做法 就是去影響其他人 在一段時間之內 不讓他們發聲 因為如果大家會感到最多的 就能夠重視你 並不令人 尊重 會否停止 呢 這裏